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跑出去跑出去 所以有一个上个礼拜我们参加的众多的活动里面 有一个活动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激励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就是在10月19号的下午 在南加州的奇诺校董会举行了一个校董会的会议 那这一次校董会的会议呢 内容是说要将这些淫秽的呀 然后教导性别混乱的这些书籍 要从学校的教室还有图书馆里面挪出去 那这些淫秽的书籍 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大家应该也看腻了 反正就是那些大家不想看的东西 我们就不再摆出来了 我真觉得就是没有人想要看嘛 而且你也不知道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可以写出这种书 还画出那种图画来 真的很可怕 对 反正就是这一次就是为了要 把这些书籍移除我们孩子的学校 然后奇诺刚的这个校董会 是跟州政府杠上的 哦 真的 对 它是因为州政府是要用州的力量 来去把所有这些书籍 放到你的小孩的学校里的时候 奇诺的校董会决定说 我们不接受这些东西 然后是跟政府抵抗的 所以说我们有过去帮他们加油 对 而且就是你每一次看到说 奇诺刚的这个校董会 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 其实你的内心是感觉到非常感动的 就他敢面对一个如此大的政府机器 然后做出一个如此艰难的决定 但是其实在正常人眼中看来是 非常正常的一个决定 但他们愿意去跟政府的这样的机器说 不 我们不接受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的一点 就是什么 之前我们曾经也去过奇诺刚的校董会 也给大家拍过视频 我们也做过节目 但是那一次呢 我们就跟大家有讲过 就说哎呀 就感觉很可惜 就是为什么当天没有一个华人到现场 我们两个之前去的那次 我们两个是为二的两个华人 剩下全都是基本上是白人的面孔 这个样子 那但是这一次呢 是我们第一次去参加这种local的活动 然后我们看到有好多的华人的弟兄姐妹 都去到了那天的校董会 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 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来自很多不同的教会 而且我也有看到几个牧者在里面 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合一 我们AI News想要做到的事情 不是希望大家参与政治 或是参与在抗议活动里面 而是所有的教会可以在这些议题上面 可以在保护小孩上面 可以在尊重彼此上面合一 因为每个教会都在讲合一 但是没有人知道说合一是什么样子的合一 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就我们永远都听到 不管是年轻的牧师或者是年老的牧师 不管是在美国的 或者从台湾来的这种牧师 大讲员小讲员 大家都在讲合一 可是没有人在讲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合一 很多人出来合一的这个政策 就说我们咋合一呢 我们大家就一起办一个像连环网会一样的东西 我们就合一了 但其实不是 我们这一次在情统广网看到 真的是为了神的缘故 真的是为了神的公义的缘故 真的是因为爱临社的缘故 真的是为了神交给我们的使命的缘故 我们合一聚集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见到 在华人教会里面 针对这种议题是最大最大的聚集 那当天呢 其实除了那个我们自己人以外 就我们也看到 很多很多的老师聚集到了一起 那天来了有好几十个老师 然后后来我一看说 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呢 就他们身上都穿着红色的半袖 红色T恤 然后呢上面就写着说 教室工会 然后呢 有的人他是没有那个红T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身上都有别着圆的这个牌子 上面有写着说是教室工会的牌子 好那这些人呢 他们有的是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啊 上面就是写着写着字的那种文化衫啊 上面就说啊怎么着 那个所有被禁的书都是应该要读的啊 那他们很显然他们是来支持说要把这些淫秽的书籍留在学校里面 他们认为说这种书不应该被禁啊 他们是说所有被禁的书都是应该去读的 都是应该去学习的 那他们每个人非常那个举着很大的大牌子 上面写着非常激进的话语 拿什么红笔黑笔 哐哐哐就做了一堆 哐哐哐每个人都有这种大牌子啊 就去到那里抗议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些不是很了解现况的人来讲 这件事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老师跟家长或者老师跟传统价值 其实都是站在一起的 大家都觉得说老师来这个地方 老师一定是反对淫秽书籍了 一定是要让淫秽书籍出学校外面去了 对不对 一定是来支持家长的 而不是来反对家长的 因为这是最起码的一个common sense 就你作为一个人类来讲 你不应该给小孩子去看这种黄色书籍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认知 但是呢其实当天的现场是让很多人惊掉下巴 他们是非常有计划去执行这一切的 对对对 你记得他就是很早的时候 大家那个校董会在开始发那个演讲牌的时候 对 他就全部马上塞爆里面所有的这个位置 然后所有的老师 基本上我们之前去的时候 有很多老师是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小孩 这一次去的老师 全部都是帮政府的 全部都是要洗脑小孩的 全部都是要信化你的小孩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荧幕 我从小最常听到我妈说的 还有最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然后我的外婆也最常跟我说就是 老师怎么会错 对 老师怎么会害你 老师害你干嘛 我们最常听到政府的这个观点 特别是华人也是政府害你干嘛 政府害你有什么好处 那很明显 那天我们看到就是一大群 全部都是属于教师工会的 全国联署到这个地方 来去做一件非常非常恶心的事情 就是夺取你的当父母的权利 就是照顾还有教育自己的小孩 还有信化你的小孩 把一堆变态的书籍放到你的小孩的教科书里面 然后让你的小孩变得不男不女 说穿的就是这样 对所以那天呢当天还碰到了一位妈妈 这个妈妈也是挺有意思的 她是看到说这个有家长群里面有人转传出来就是real impact 就是这个cabry chapel 他们教会的一个所属的一个机构吧 那他们很关注校董会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发出来一个信息 就告诉大家说今天校董会要抗议 然后大家都去呀 这样子 所以她是看到有人转传这样的信息 她就来到了现场 但是她很惊讶的发现 她自己小孩的老师 也在那个抗议的队伍当中啊 这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老师呢 你说她真是一个 怎么说她真是一个activist 为啥呢 这老师啊 她轻伤不下火线呢 她腿骨着折呢 她前一段时间的腿刚骨折 结果就在这一天 她就带着她那个受伤的骨折腿 来到学校开始抗议 她希望学校可以把淫秽的 而且是教导性别混乱的书籍 留在学校里面 留在课堂里面 留在图书馆里面 给孩子们阅读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 家长是非常难相信的 家长一直都以为说 老师谁做这个职业 他一定是非常爱孩子的 他不爱孩子 他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职业 你如果要是认识这些 被洗脑洗得很彻底的左派了 我们也有接触过一些 不管是这边的一些市长 花人的这些市长等等 其实这些人 如果你跟他们接触起来 他们性格是很好的 他们讲起话来 不会是说特别奇怪 只要不谈到重要的议题 如果你跟他说 哪一间餐厅好吃的话 他就是可以跟你好好聊 因为一般家长 不会跟老师去 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 不太会谈到这种 对他们来讲很敏感的议题 你去接孩子 你说我还怎么样 你孩子你还太棒了 你孩子最棒 你看你孩子有天赋等等 你不会跟他聊到那种 一下戳到他神经痛点的 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跟他只是讲普通话题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是可以交谈的 而且甚至是他们是幽默的 你会觉得他们是温暖的 他们是很好的那种好人 所以呢 这些人呢 跟你认识的其他人 你不会觉得说有太大的差别 你会看起来说 他们也是和善的 他们也是什么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 他们对这一些刺痛到神经的这些东西 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知 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之前有采访过 格兰德尔校董会的候选人 Jordan Henry 那他有跟我们讲 说其实从90年代开始 在整个北美的教师的行业里面 那个时候就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导 所以到现在几十年过去 在这个行业里面 这种思想其实是在他们脑袋里面 根深蒂固的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他就是跟我们从根本上的认知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说当然有没有的老师是好的 为了学生的 有啊 有很多经历的老师 他是敢于发声的 但是很不幸 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现在留在学校里面的呢 基本上就剩两种人 要不然就是他为了他这个稳定的工作 他这个铁饭碗 他不愿意发声 他知道这个事是不对的 但是他觉得说关我什么事啊 我老老实实拿我工资 我能配我的Bill就好了 要不然还有一种 就是你看到这种轻伤不下火线 鼓着折了也得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非常激进 他们是被洗脑洗得一塌糊涂 他们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不得了 他为了这些孩子的成长健康 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坏人 他们不认为这个事是错事 他们认为说我是正义之师 我是好人我是在为了你的孩子 付出了我自己的时间 付上了我自己的代价 我在做好事是这个样子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小孩变成革命知识 一个无产阶级站起来 起来推翻原有这个基督教价值观的一个时代 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非常敌基督的一个事情 对 那再回到一点就是 华人对于老师其实是非常尊敬的 我们有一个尊师重道的一个传统 什么智圣先师啊 孔子啊 到处有个像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华人对于老师是有一个尊敬的感觉 对于教授是有一个尊敬的感觉 对于学者是觉得说 他们有我们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对 那现在我必须跟各位说 他们真的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的议程 他们在做的事情 他们在教育你的孩子的内容 他们在把这样子的东西 放在你的小孩的脑子里的时候 你是完全不认识的 你完全不认识这个老师 你完全不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系统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这些老师跟你脑子里认识的老师 的关系其实是差更远的 然后他们在洗脑 而且在伤害你的家庭 在洗脑你的小孩 他们要你的小孩起来反抗你 对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天 几十个老师举着牌子 然后叫得很大声 就是跟你们在电视里面 看到那些左派就一模一样 但是这些人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老师 我们要求我们的小孩 认识这个不知的 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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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的 并且不知的 不知的 不知的 并且不知的 在阻振 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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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起来 这些小孩 进行的 在这种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是非常难过 我是非常惊讶的 就是当时在现场 很生气 很生气 很难过 愤怒 然后就是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 但是在这种时候 我真的很感激 就是各个弟兄姐妹可以站出来 而且当时那天的人数真的算蛮多的 我希望下次人数还可以更多 因为有这些弟兄姐妹 愿意站出来发声 而且当时 当天去了之后 还有牧师去领了那样一个发言卡 然后要去到现场发言 表达出我们的立场 那他在这个校统会的时候 表达出我们立场 一个是我们要让所有这些老师知道 我们作为社区的一个成员 我们作为孩子的家长 我们是反对你们这种观点的 你一定要表达你的观点 你不表达 那就证明你不反对 你不表达 那就证明你默认 你不表达 那就证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你认同他们要去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我们一定要表达出来我们的立场 而且我们一定要公开的宣告神的话语 而且当我们做出这种行为的时候 我们也是给校统会里面 这些坚持真理的基督徒 让他们能够更加坚定 因为他们听到反对的声音 其实是更多的 他们每天面临这种抉择 或者是听到这样的反对 其实比我们多得更多的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当天发言的视频 My name is Kenneth Sao Thank you They are coming from our community I speak for the community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our board member for setting up for parents' rights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places in this country the parents' rights was trampled I want to give you guys some outline of the structure that God has set up in the society Number one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the ability to punish the evil and protect the people they even have the power to start wars that's w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n second is church the Lord gave the church the key to the kingdom so the church should behave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society and number three the power is family each family the parents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well-beings of their children there's no other better person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than parents so for this one I commend our board you guys did a good job here even th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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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under threat and persecution we stand with you guys number two now there'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a desire for this board is that possible that in Chino Valley School District we can have the parents to get involved with a lot of the school decisions because you can't just bypass the parents time is up there's one there's on the other sid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d bless you guys thank you okay there's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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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side 那当天呢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来参与这次校董会的大家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参与的大家都说了什么 这个Chino District愿意站出来愿意做对的事情 即便是各个的政府还有各个的城市都是讨伐 可是真的他们很勇敢 所以我们想要来支持他们做对的事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教授给我看了一些照片 教授里面我就几乎快昏掉了 怎么在这个时代中会有人把这些非常不适合的教材 放在他们的学生的课本里头 甚至他已经侵蚀到这边的公立图书馆都放了这些书 所以我怎么样划我要赶过来 虽然我刚刚接了孩子怀疑有点晚 可是我要过来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很小 但是我们的力量是很unit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做一点事情 但是我觉得华人也都是要走 要站出来 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捍卫 捍卫这片进步 那这一次校董会 齐诺刚刚这个校董会 基本上是跟州政府杠上了 就是说我就是不准这样子的书籍在我们的学区出现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对 而且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认为州是很大的 州法很大 但是实际上这个误区 学区我一直在说 学区其实是很有他自己的一个自治 相当一个自治区有他自治的能力 他可以管理整个学区的教育 使用什么材料 他的教育议程是怎么样 这个权利是完全他有掌握的 所以尽管有了一些这些通过的州的恶法 但是我们的学区还是有能力 把这个伤害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就是可以使用他们手上的权利来选择教材 选择教程这个方面 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做的 希望教会的家长们 就是可以多多关心当地的新闻 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学区里面的新闻 跟他们的这些政策 因为真的很重要 虽然说我们华人人少 可是因为我们的声音也是有代表性 也是有力量的 所以很希望都能站出来 然后教会能够多多的能够翻译 甚至在聚会的时候都可以发放这些消息 所以让当地的这些父母亲 能够知道自己的孩子 现在在学区里面 他们是接受什么样的教材 接受什么样的教导 神设立教会在这里就是一个金灯台 我们要做光做炎 这个时候我们再不站起来 何时站起来呢 所以我是鼓励所有的教会 很多教会会说 我们不要跟政治 我们不要参与政治 但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 我们为执政的掌权担导 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价值观来发生 让神的名在全地被高局 让教会被复兴起来 能够传扬神的名号 神的福音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牧长们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是一个小弟兄 但是我鼓励大家 当我们要在讲耶稣的爱的时候 我们首先必须要让耶稣的光照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够没有任何的 好像没有是非 然后我们就去爱 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是可行的 什么是不能行的 在敬畏上帝的根基上面 我们得开始彼此相爱 所以感谢上帝 没有神的光 没有神的爱是出不来的 一定要有神的光 我们才能经历神的爱 所以请各位 我们的牧长们 我们都要起来为着我们的下一代 为着这个国家 因为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这帮求平安 其中有一点就是 在能够讲话的时候 我们要来讲话 当然在有些地方是不能讲话 那我们也就只能祷告 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是能讲话的 我们要起来为着我们 和我们的下一代来发声 把上帝的道给讲出来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喊三次 一二三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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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常常觉得华人不在乎 然后华人不在 就是不敢出来去 讲这些东西 或者说不愿意吧 对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华人都是非常在乎的 我们每一个家庭 几乎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为了孩子的未来来到美国的 绝大多数的我们 可能在原本的国家 其实经济状况就还OK 不是像说什么那种非法移民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来到这个地方为了追求什么东西 我们来美国就是为了自由 我们来美国就是为了教育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以后可以变成 赢在起跑点的一个人 然后但是我们参与在这个样子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小孩就丢到 丢给学校 就是说学校应该会把我的小孩教育好 但是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华人 发现这个样子不行了 我们看到上面这群父母 这群甚至阿公阿嬷 他们就是发现了这一点 然后他们现在决定走出来 很多是我们的观众 很多是看了我们这个东西了之后 然后决定也要一起来参与 在这个样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鼓励大家以后多参与 在校董会这个样子 你们local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grassroot 我们这个草根的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的人在乎总统选怎样 伊拉克怎样 那个以色列怎样 乌克兰怎样 其实那边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校董会 跟我们的孩子的教育 所以就是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鼓励到很多的人了 所以那天不光是说 这个校董会的主席 他有被鼓励到 而且当时就是后来我们走的时候 有站在门口的人 就是老外 也根本就不认识 然后他就对我们讲说 哈雷路亚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我们是华人 他就知道说 这群华人的基督徒 今天有在一起 然后这些华人的基督徒 今天是来反抗这些 洗脑小孩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有给他们 很大的鼓励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说 原来这一区的华人 也是在乎的 然后华人也愿意为这个来发声 在这里鼓励大家说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是不是只有牧师才有资格在这种地方发声 其实不是的 像这种 这种什么 你要去讲话 那个卡 你只要早一个小时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领取那个卡 那像你要去演讲什么内容的话 其实你早早可以在家就准备好了 就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你现在就可以着手开始写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校董会每次开来开去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事情了 就你想到就是为了小孩的教育 要不然就是为了书啊 要不然就是为了什么变性啊 打针啊 堕胎诊所啊等等的 也就是这些东西 你可以提前就在家里把这个稿子写好啊 那当然了 你不管是作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你是一个牧师 我们都欢迎你去那边发声 因为那天我们去看到的话 其实主要讲话的是左派 主要讲话的是教室工会的老师 站出来去演讲的人是很少的 就是在保守派这边 这次我们看到的真的跟上次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 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敬拜 然后还有人拿吉他去 然后在这边全部围在那边祷告 基督徒在把那个地方塞得水泄不通 然后全部排到外面在这个地方 然后只是为了要支持里面这位保守的校董会的这个主席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几个基督徒 然后华人的基督徒这次出来 我们真的是给各位华人的这个基督徒在那边拍拍手 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呢 之前是Jack Hibbs本人出来又发推文 然后又发了一个视频说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校董会 然后呢跟Cavary Chapel的人所有的人讲说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地方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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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次只是Cavary Chapel发了一个声明说 诶有这个校董会 然后你们可以去 结果就没人去了 我看到就是怎么会连Cavary Chapel都这个样子 怎么会基督徒怎么会这么被动 如果说一个牧师不叫你去的话 如果不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牧师说 走咱们上 基督徒就不动 基督徒就以为没自己的事情 基督徒就呆在家里 反正就这个样子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校董会这个主席 Song Josh Shaw 他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在那个地方 你想想看他要接受多少人的压力 多少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觉得说我们投票 OK我们怎么样我们把他送上去 送上去之后没有给他任何的back up 没有跟他说我们跟你站在一起 没有持续 基督徒的consistency是真的需要加强的 我们不要只有在牧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才做事 我们守护家庭守护我们的社区 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是应该是我们的习惯才对 不应该是只有牧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才做事 就跟圣经上面说的一样 我们不能永远都只喝奶我们要去吃干粮 我们要长大我们要变成可以帮自己做决定 亲自来守护自己家园的基督徒 那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缺陷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次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华人的基督徒这次去真的是给旁边的基督徒 因为旁边是有一些老奶奶 都是年纪很大的人去参加这一种 然后他们去了喊也喊不动 叫也叫不动 然后左派那边人全都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拿着那个他们声音真的很大 拿着就这样 然后就一直在鼓掌 然后那些老奶奶老公公就在那边坐着 对 你可以想想看你当基督徒 然后你在这个样子的场合 你会多胆怯 你会多无助 你会多觉得 天哪 这个世界还有救吗 干脆就是赶快 全部 我们全部放弃算了 你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会看到 敌人聚集的是 每一次越来越多 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 左派没有几个 全部被基督徒塞满了 这一次去的时候 全部都是左派 他们把这个地方弄得水泄不通 我们站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大荧幕的时候 后面就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女儿 身上穿的就是 We suppor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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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LGB 做那个什么内容衣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一上去 骂那个这个主席的时候 他就拍手 妇女两个人 在那边 Yeah Yeah No justice No peace 我们是在被左派攻击的 敌人攻击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等你的 他不会说 哎哟 而且敌人不胆怯的 敌人是very consistent 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 跟基督徒不断地后退 不断地退缩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持续 然后他们很持续 他们一直在招人 他们一直在塞满各式各样的活动 他们很大声 就算他们人少 但是他们可以掌权 掌权了之后就掌握你小孩的教育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我们华人基督徒 我们也不能只参与这一次而已 我们每一次都要参加 而且要鼓励更多的教会来参加 鼓励更多的人 到这个样子的活动里面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的声音才会被听到 这个样子 在上面那个 松家校 这个保守派的基督徒的主席 他才可以继续为你的小孩奋斗 对 而且说实话 如果你是在这个学区的家长 就是你的小孩在这种地方上学的话 你更要去了 你说实话 我们这些从教会来的人 我们有孩子在那个地方上学吗 不会的 我跟你讲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很多如果现在在关注时事的 他们早就把孩子 从公立学校里面拉出来了 现在在公立学校里面的是你的孩子 去的这些基督徒是在为你发声 如果你的孩子还在这种地方上学的话 那你要联络更多的人 你要带起更多的家长 因为你有责任 因为你的小孩在接受这些人的洗脑 而不是我们的小孩 你说实话 为什么基督徒要去那里 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的小孩 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去发生 但是如果真正你想要对自己的小孩付上代价 而且你真的要为你自己的小孩 付上这一份责任的话 是你要去 所以我希望下一次见到 不光是说教会的基督徒 在Chino附近这一片的基督徒可以去 我更希望是看到你自己的孩子在那里 上学的家长 你们要去那个地方 但是呢 其实在这里也要打一个预防针 就是不管你是基督徒 还是不是基督徒 不管你是家长 不是家长也好 不要去在乎那些反对你的人 也不要去在乎那些与你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因为之前呢 的确在Chinney Hills 也有其他的家长的群组 那有人就把这种学校里面的教导的东西 发到家长的群组里面 都是华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来的人 一百多个在这个群里的人 有好几个是反对的 他们是支持让儿童去同性去变性 他们是支持未成年的小孩去看银会的书籍 是有这样的华人存在 而且比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 所以当你去邀请其他人参与的时候 你不要在乎这些反对你的人 或者是与你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没有关系 他们有这样的意见 那就让他们去吧 如果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在未成年的时候 去接受这种什么变性的真迹 然后接受这些东西 进到他们的脑海里面 那是他们对自己小孩的事情 那就让他们去吧 但是你要集结的是 跟你意见相同的人 而且在抗议的时候 必须要去到现场 因为你是最好的代言人 因为你的小孩就在这里上学 这些所有做出的决定 是直接与你相关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 所以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要在乎 人数的多少去不去 就像你刚才讲的 大牧师一呼召 大家就都去吗 Jack Hibbs 只要一发一个视频 说我鼓励大家去 大家就去吗 如果要是没有人通知 没有人呼吁你 你就不要去吗 不要在乎人数的多少 不要在乎 是不是有大的宣传 等等你才要去 你要时刻的 关注这种学区的变化 因为你要知道 你所有去做的这些事情 你所有做的工作 你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为了这些孩子 因为你爱这些孩子 因为你爱这些家庭 因为你爱这些 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所以这些事情 你必须要做 马太福音五章 十四到十六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灶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要坚持发声 很多人在这里面 他们是有基本的common sense 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神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坚持 为这方面的事情发生 你说实话 这个学区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不是为了神的缘故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连婚都没结 我有孩子吗 就是这些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去做 而且神告诉我们要去发声 所以不管我们这次 在华人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在下一次 我们要更多的人去 我们要坚持在那里发声 而且我们也可以做 我们大的牌子 我们这次就发现 大家很保守 会有很多人第一次去参加 这种校董会 大家都还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是举着 弄大牌子的 你也可以在家里制作你的大牌子 你不管是你喜欢的经文 可以放在上面 你的观点 所有东西 你都可以做一个大牌子 写在上面 而且你要去看校董会 他们网站 去看他们开会的日期 如果要是更快速 更简面的方式 你就可以关注real impact 如果你要是住在 Chino这一片的话 如果说你要是住在 其他的地方 你要去找 看你们local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工 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你自己要关注 学校校董会的进程 而且你要做那一个 呼吁大家一起参与到里面的人 你要对你所在的区域负起责任 当你愿意发生的时候 愿意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 当别人看见我们好行为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 就会要去了解我们的信仰 而且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说真的 我们不要就是很被动的 然后我们不要做事情 是做给别人看的 我们不要只做那种 有媒体在那边拍的 然后或者是去给流浪汉食物 然后还要有报纸写的那种东西 我们不要做这个样子的基督徒 我们不要做这个样子的人 OK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的是地上的 或者是世界的掌声的话 太简单 太容易了 我们左派他们就是在追求世界的掌声 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说 你看 我们把小孩弄得多自由啊 对不对 他们可以脱离父母了 他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了 这不是我们要的 而且这不是我们追求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正义 而且是真理 是事实 今天你有义务要改变你的社区 你的社区是属于你的 你有义务要照顾你的小孩 要保护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是属于你的 你有责任要来去为你的社区发声 为了你的社区的父母发声 你可能跟我一样 已经把小孩放到homeschool里面了 OK 就是你自己天天带 但是你要为了其他人的小孩发声 你要帮助其他人的小孩 你要帮助其他的父母 把他们从泥沼里面拉出来 你要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更有信心 可以更有勇气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不做的话 就没有人去做 没有人去做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腐败 越来越烂 所以说 真的是鼓励所有的人 一定要去参与在这个样子里面 这个不是正式 这个是常识 所以说 不要有基督徒觉得说 我们参与在校董会里面的话 我们是在参与政治 你不是的 你如果说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你没有发生的话 你就跟在做那不公义的事情一样 如果你看到邪恶 没有用正义的去抵抗的话 你就是在促成这个邪恶 你就是那邪恶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勇气 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特别是教会 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情 不要觉得这是 我的小孩已经大了 我不管别人的小孩怎么样 你若是牧师的话 你更要参与 你要带领你的教会 去做正义的事情 不要觉得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对不对 那你们家有这个问题的话 按你们去就好啦 不行这个样子 你有责任 你是牧师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了这一期节目 你有没有感觉到被鼓励到呢 那如果说你要是住在这一片的人 或者是你的小孩就在这个学区上学 欢迎去关注下一次校董会是什么时候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做好自己的牌子 然后我们要去到现场发声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